记者刘冰全南投报道,墙台玛丽亚西台,南投献水里,献乙香葡萄正值采收期,农友故不得腾上葡萄未完全转色,或日前大雨导致水伤腐烂,一律抢收处理,就怕台风过境把葡萄青台扫光,最后落个血本无归。 农友无奈地说,抢收多少还能补贴农料肥料前,补收就什么都没了。 葡萄农说,日前大雨下了超过半个月,有些地势较低的葡萄原淹水,出现裂锅水伤,近日天气转型炎热,过时开始腐烂,现在台风青台,若不赶紧抢收处理裂锅,烂锅,把品质上和的葡萄拿去卖,等到台风走了,葡萄不是。 被风雨打掉,就是整串烂掉,届时就真的血本无归,只能喝西北风了。 现已葡萄收购商说,葡萄最怕大雨,因为台风缘故,今天到货量比平日多五成,不少都是未完全转成深紫色的葡萄,农友担心不抢收,台风豪雨将把葡萄全都青台扫光,为避免心血全泡汤, 只好忍痛把未完全转色的葡萄枪收下来,纵使上市后价格不佳,但总比被台风打掉好。